王楊彥 appropriate dance 我要走到台前的是因為要你們看見我達領帶 這表示這個場合是我們叫達領帶等級的重視的場合 大家早 好 非常好 再次來恭賀鐵路局各位好朋友 各位同仁 當然以這個路局長為代表 也感謝他在工作上的投入 感謝今天顏統市長 許局長 還有我們全聯會的張理事長 台北公會的張理事長 以及各位遠道而來的日本朋友們 感謝大家今天一起來參與台鐵131歲生日 我相信這個日子 從他的數字 所代表的是許許多多的累積 從他在我們國內 在運輸服務上面扮演的重要性 我相信也代表的是 所有的用戶 所有的員工 大家共同的祝福 所以在這裡來說一聲 海鐵生日快樂 剛才進來的時候 看見有在播影片 杜副局長跟我講的是 今年特別去訪問了一些 比較是仁瑞級的台鐵過去的前輩 那麼看到一些影像 他們都還可以說是非常的康健 然後也播了一些他們當年 在工作上投入的一些生意 這個都代表了今天從鐵路局的同仁 不只是為今天在服務的同仁來互相歡樂 也走訪來特別請這些前輩們 用影片的方式來參與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貼心 也代表了與這些仁瑞們 他們康健的情況 來看待台鐵在整個公司 整個局的發展經營之下 也是依然的康健如席 能夠非常健康 非常有品質地來服務我們社會的大眾 我為大家的安排 感到感謝也非常的恭喜 謝謝 那第二呢是剛才從傳承的角度 我們感謝今天好多日本的朋友們來 那麼帶來的不只是友情 也相信也是帶來了 在日本相關的鐵道經營 或者是他們和異業結合上面 許許多多的心得經驗 也可以來跟作為姐妹局的 我們的台鐵局互相交換經驗 在傳承之外往前去發展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謝這一天生日的賀禮 除了是科技之外 也有一些友情 以及真正在經驗上的交流 那麼第三是我想 過去這一年 台鐵在鐵工局的工作的引導之下 也把我們台中的高架化 會已經有五個站成為高架 今年也許在十月份的時候 會繼續再有五個站 那麼台中的鐵路就完成它的高架化 那麼一切順利的話 我們今天因為還沒有這個所謂的 完成它的旅刊 不能夠預做這個說法 但是也很有可能 在十月份的時候 高雄的鐵路地下化也要完成 所以對台鐵來講 也就是從工程上以及經營上來講 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來讓我們重要的都會區 由於鐵路的立體化以後 所帶來的經營的局面 希望它能夠是在更完善的工程環境之下 能夠使得台鐵的營運更加往前走一步 那這些我相信也代表了傳承之下新的發展 第四呢 是我們要來感謝的是 在行政院支持的1907個今年的人力 陸續還會繼續支持 我相信這個也會使得台鐵同仁們在 不管是在人力的傳承 或者是有一些服務的拓展上來講 相信都應該可以有逐漸逐漸能夠有更好的發揮 讓用戶讓社會更能夠肯定 我們台鐵在這個上面的服務 接下來就是我們在去年這個軌道的建設 由於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的大力支持 包括也許在座我們還有民意代表各位貴賓 也都給我們在預算上支持的軌道所佔的預算 差不多是整個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差不多一半的經費 八年的時間差不多有九千五百億的投入 所以這個都代表了將來我們可以預見 以台鐵為核心為骨幹 整個的台灣在軌道運輸上面會繼續成長 會把台鐵作為骨幹所往往相連 服務全國老百姓的這樣的一個成績 會繼續拓展 而這個拓展除了是營運上面的拓展以外 台鐵一百三十一年來對於專業知識 還有維修這樣的一個生態體系的傳播出去 也會使得相關的軌道產業也藉這個機會能夠來發展 所以我也在這裡特別感謝護局長和所有相關同仁 就在上個月把我們的富剛維修基地開放 給我們所有的全國老百姓以及相關的維修廠商 來注意到我們在富剛基地整個的專業性 還有將來在維修工作上面可以有的商業合作機會 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個展示 顯現的不只是熱鬧人多 而且代表的是有八十幾個攤位都在代表了各式各樣的合作機會 我的印象中好像超過一百項的合作的內容 這些都是在代表我們把今天的軌道建設 不只是當成是工程 而且也代表了產業藉這個機會可以發展 最後一項但是也是特別邀請我們日本的公司 姐妹局、姐妹公司來給我們繼續支持 就是台鐵在服務上也會進一步的轉型 前兩天我知道我們的森林阿里山森林鐵路 也在日本專家的協助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 看是不是能夠在中斷了三個月以後 能夠更安全的更有水準的來服務我們這樣一個 可以說是世界級的森林鐵路 這裡面雖然將來它的真正的主管權 是要移回給檢務局 但是眼前不管是在工程上的協助 未來營運上的技術指導 都仍然需要過去的台鐵的前輩 以及今後台鐵同仁們給他們的協助 這麼一個森林鐵路所代表的就是 今後台鐵要成為我們社會上面大家信賴的夥伴 它不只是在年節假期的速運 也不只是在這個有些公路中段的時候的一個替代服務 還要變成是我們觀光上的一個體驗 還要讓它和更多旅遊的景點以及體驗來做結合 使得台鐵有機會用比較乳酯反應的高一點的票價 來給大家創造營收 也希望台鐵用自己的土地跟服務 來和其他業業去結合 擴大台鐵的營收 使台鐵能夠轉型為更多觀光上的一些服務 那這樣的話今天森林鐵路所累積起來的 就不只是大家專業上的民生 也能夠把我們今後包括我們的極其線 包括我們其他在恒春 在我們的這個也許是什麼其他平溪等等 這些具有觀光潛力的地方 都逐漸的來拓展我們的這個整體的觀光和這個新的路 當然過去已經駐有口碑的像郵輪式的環島鐵路 我所了解現在也在它的車廂 還有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些艇號站的安排上面 都有更多彈性的發展 所以這些種種都是代表我們在台鐵自己的努力之下 能夠把我們新的都會區的服務改善 新的我們的這個路線上面的這個建設 能夠來好好應用 希望把機油網路讓它變成公園化更多提升 最後最後可能我們應該忘記的是 除了是台鐵本身在幾位姐妹局的這個支持之下 我們也知道別的人也在幫台鐵一起慶善 明天在原來叫台北機場 台北機場也有一個蠻盛大的 跟文化界的合作 就是把一些老的車廂 經由適當的也是台鐵朋友們的努力 讓它變成是一個更可親 更多跟文化結合把它變成是 某管將來永久展示的一些內容 希望這些所累積起來的都是 台鐵過去先進門的心血所留下來的 一些好的這些事物 器物 也希望能夠在藉著某管的方式 藉著文化上的一些結合 能夠除了是直接用戶以外 也成為產業的驕傲 也成為我們整個文化上的一些記憶 把諸多這些事項合在一起 我相信代表的就是今天 一百三十一歲生日 大家回顧跟望前看 都有許多大家值得驕傲的地方 在這裡再次感謝大家 也預祝各位不管事業發達 以及擁保安靠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就把我們排隊的影片 都問好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